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差点爆发肢体冲突 食安问题连环报公共卫生促进协会指出 因为台湾公卫人力太少了 而学者则是建议要修法 让吃到黑心食品的民众可以直接申请赔偿 立法院会邀请行军院长江宜华专案报告12年国教 由于政策反复遭立委炮轰 而原住民族立委持续关注的则是加分的议题 中美洲尼加拉瓜政府计划新建新的运河 要穿越原住民族地区 但是政府却没有咨询原住民族的意愿引发争议 请问观众朋友 您愿意自己的住家旁边有纳谷塔吗 例如花莲丰冰箱公所就规划 要在利德部落设置一个生命文化园区 其实讲白点它就是纳谷塔园区 第二次公开说明会当中部落的居民激烈的抗议 这是一个格巴兰族人密集分布的部落 阿美族的乡长遭到批评 不过表示还是会继续沟通 立德部落头目气愤的将背心丢向封兵乡长眼前 因为不满乡公所在没有经过部落的同意下 就规划要在立德部落设置生命文化园区规划案 也就是新建纳谷塔 居民强烈反弹 14号乡公所召开第二次公开说明会 居民阻止会议进行 我们一下就知道说 他要在那边建纳谷塔 我们当然会反对 为什么当初他要在那边做的话 他应该要首先给我们召开一次说明会 我们是不是同意 乡公所规划在立德部落 约在台11线54公里处的公路旁的公有地 新建约140平 三层楼高可以容纳5万个贵位的纳谷塔 但当地居民不同意这项新建案 在说明会中 由头目代表部落递交澄清书给乡公所 居民认为园区新建将会破坏部落原有的美丽景观 及生态 影响部落未来观光发展 立德部落经常在台风好雨时 被列为土石流警戒区 认为三坡地不予开挖 另外由于规划的地点属于部落祖林地 以及下方有部落祭祀及业务广场 担心新建纳谷塔会影响祭祀及风营祭的活动 反对乡公所的规划案 我们立德的居民加在一起 不会超过一千个 他要放五万个林谷塔的骨骸在这个地方 将来这个地方难道不是死人比活人还要多吗 这是这边的活人怎么能够忍受的 纳谷塔那边是半山寺 前面不到一百公尺 又是钓舞场关场又是公园 我们在遗落 一个在半山寺 你说这根本就五花五天 说明会中相公所与居民没有达成共识 不关而散 甚至有居民扬言下次如果还有说明会 将会更激烈抗议并持续抗争 但相公所表示 风冰箱往生者的骨骸及活化后的骨灰 放置在纳谷塔是似在必行 那基于我们风冰箱那几个合法的公木用地 基本上都是站在国有林地的位置 那有时候民众他们呢 所以让账的部分都会侵略到石油土地 或有枯水土地 所以我们公部门想及早做引引地方有这个需求 还有多数的民众他们的期待 所以公部门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 在合法的一个公木用地的范围里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相公表示风冰箱现有的公木土壤 已经呈现饱和状态 强调兴建纳谷塔才能解决问题 还是会持续跟立的部落居民做沟通 记者法务花莲风冰采访报道 花莲万荣乡也有纳谷塔的争议 花莲万荣乡目的不足 计划在红叶村的公木来兴建纳谷塔 已经获得红叶村民的同意 不过要盖纳谷塔必须要先把 已经安葬的骨骸挖掘出来 但是现在却面临没有土地 可以暂时安置这些骨骸 让万荣乡长很苦闹 有一个空落我特别把它留下来 希望能够盖纳谷塔 其他以前是饱和了 没有地方再来迁 再迁不知道迁到哪里 再迁到哪里 这个作业可能更麻烦 你不紧张不迁走 你这个一个魂墓里面盖一个 一个纳谷塔那边 这样就不符整个一个 结业土地的一个方向 尽量在别的地方去买账嘛 然后呢这个企捷 企捷放在 他们都盖一个铁皮屋旁边 企捷以后他们就是放在 那个骨骸坛放在一个旁边 然后我就给你核定去盖纳谷塔 或者纳谷塔这样 明镇司也承诺乡长有经费 会让红叶村盖纳谷塔 近期内会再与乡长讨论土地的问题 另外宜兰县大同乡长 针对复兴村恶林的石沟 去做一个崩塌地治理跟防沙设施 乡长说自从去年8月的苏拉台风过后 只要一下大雨 复兴村恶林就会淹水 所以希望复兴村恶林石沟治理工程 能够加快脚步 那个这个溪床越来越高 那影响到这个住户跟这个桥梁的一个问题 流动主流的部分还有一段 大概有三四百公尺的一个整流工还没有 还没有做 是希望我们来这边再持续来 来来来做一个二期工程 我想这个案子是不是说 我们收到文之后 这个六月之后 我们会来办一个现场的一个副刊 明镇司表示 目前有经费可以做第二期的石沟治理工程 不过大同乡必须要把计划承包上去 再做细部的规划 而另外一位新城乡长前资历表示 新城乡公所办公厅社能够扩建 乡长说一个没有硬提好的设施 做起事情根本就没有效率 于是提出新城乡公所办公厅社扩建治理的计划 而明镇司表示要先请乡公所把计划送到明镇司 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规划 而召开这次三个乡地方建设协调会的立法委员孔文吉认为 中央对原住民族地区的地方建设 农路等等问题不够重视 我们中央的这个政策这个经费啊 它的这个 它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原住民乡镇的诚意没有到位 还好呢 今天我们这样讨论那么多案啊 我们不管是我们水保级 林物级 原民会 三个乡的乡长特地北上寻求经费 译注新建基础建设 还必须提报相关计划才能再做讨论 记者阿里纳哥村阿里夫立法院采访不到 如果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 到目前为止 全国有27座桥梁需要严密监控 以防大水一来就有可能会造成灾害 其中就有三座在原住民族地区 这包括台中和平区大甲西上的张良桥 高雄南马夏区 岐山西上的明泉大桥 还有台东海端乡位在大轮西上的新武桥 自从基隆市发生路桥断裂意外之后 让民众开始对桥梁安全产生许多疑虑 公路总局在13号公告全台桥梁检测机制 据公路总局统计资料显示 到目前为止全台至少有108座桥梁 没有完成耐震补墙 而需要重点监控的桥梁 从100年到今年已经减少为27座 重点监控的意思并不表示桥梁出现危机或问题 而是出现大雨墙风必须及时监控 必要时需立即风桥不可通行 大多都未在会发生洪水的山区路段 或是容易受冲刷的溪流域 因此在迅期需要加强监控 这些桥梁不是说它是危桥 也不是问题的桥梁 这就是因为它是在具有一个冲刷浅势能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佐水溪流域 在我们湖溪流域 或是在我们那个老龙溪流域 这些是一些范围 那因为在洪峰来的时候 它对于整个河床 它是会有一个冲刷的一个情形 全台27座迅奇重点监控桥梁 包括台北三峡的横溪桥 台中中章大桥 甲线明权大桥等 而其中就有三座坐落在原住民族地区 包括位在台中和平区 大甲西上台七甲线的张良桥 高雄纳马夏区 岐山西上的台二十一线的明权大桥 还有台东海端乡 位在大轮溪上台二十线的新五桥 而其中两座位在高雄六桂区 台二十线的宝来一桥 其二桥也是通往桃源区的桥梁 公路总局表示 一旦大雨一来 日雨量有达到两百四十毫米以上 就会发布封桥的机会 会提前一到三个小时 预警地方乡镇居民 在洪洪来的时候 那这个二十七座桥梁 有必要就是先暂时封闭 那我们避免是说 那个因为水的量到底多多大 它的洪峰的高度是多少 是未定数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提前做一个预警 也会把这些讯息 让当地的民众让他知道 逐渐进入到台风容易产生的季节 全台二十七座列为重点监控的桥梁 民众可以至公路局网站搜寻 除了留意天气的变化之外 也要注意交通的资讯 记者阿五十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 的确要戒胜恐惧 气象局持续的针对花东发布豪雨特报 目前在台东太马里跟金峰湘 过去一天以来 已经有超过一百毫米的雨量 而且目前雨都还在继续下 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南海低压云带仍在发展 加上吹东南风受地形影响 花东及屏东地区都有较大雨势出现 目前在台东许多原住民族地区 包括横春半岛 已经断断续续出现豪雨 今晚到明天雨都会持续下 从十三号到今天下午五点不到两天 光是在台东县的太马里乡 东河乡及绿岛乡 已经累积超出两百三十毫米的雨量 而今晚到明天雨还会下 不时更会出现瞬间大雨 不仅山区要防山崩落石 低洼地区也请盛防淹水 而周末假期的中部以北地区 则是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像在中部和北部呢 大致上会回到比较偏向 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至于雨量比较大的区域 还是要提醒在东南部的台东地区 横春半岛 都是会出现雨量比较大的地方 那气象局还是持续发布特报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气象局预计台东及屏东 受南海迪亚云带影响 周末假期都会是有好雨的天气 同时也要提醒近海风浪 包括台东成功长滨 蓝雨及南部海面 风力最强可以达到八级 海面上有较大雨势 能见度也不足 海上天气也是受南海低压 影响非常不稳定 海上作业的船只要特别留意 海上的资讯 记者阿布斯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 的确 尤其八八水灾过后 台东惊风太马里 遇到好雨就戒胜恐惧 蓝雨则是因为已经连续一个多月 都出大太阳 很多地区的土地被晒干 终于在这几天出现间歇性的大雨之后 才稍微解除悍象 蓝雨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好天气 部落居民除了在大太阳底下工作 而感到口渴外 就连大地也被太阳晒得干干的 不过连续几天间歇性大雨 让准备干枯的大地得到充分的水分 也让居民免于缺水之苦 这几天有下雨补充一点水 还好我们身体都 那个水都已经 这几天都干枯了 所以它还好有下雨 给我们一点能量的水 给我们喝 过去几年每到这个时候 蓝雨都会缺水 再加上蓝雨观光兴起 大批的游客涌进蓝雨 造成水的需求量增大 居民必须到深山寻找水源 不过由于这几天主要受到 南海低压云带的影响 将水汽从那边带到蓝雨附近 虽然雨量不多 但是比起过去四年的前五个月 手下的雨量来得多 我们已经下了1034 而在前四年的一到五月 才下了908而已 也就是说今年比前几年的平均来讲 前五个月我们还多下了125 蓝雨气象站主任陈文信表示 南海低压云带慢慢往西北部移动 云带也不会经过蓝雨 所以未来这几天也不会看到下雨 蓝雨虽然暂时免于缺水之苦 不过蓝雨在即将进入夏季 随着而来的也是大批的游客 及回流的蓝雨创业青年 在蓝雨有限的水资源情况下 如何要有节约用水的观念 是蓝雨全岛人民共同思考的重要课题 记者小曼尼达森台东蓝雨采访报道 目前全台63座水库的集水区 依法通通要被划为特定水土保持区 这对原住民族来说恐怕带来莫大的冲击 台湾有很多水库就开在原住民族地区 一旦周边划成特定水土保持区 使用土地的权利受到限制 这将会对原住民族形成莫大的生存压力 20年来就是因为争议太大 所以农委会始终这个特定区就是化不下去 所以现在才提出水保法条文修正草案 想要放宽开发的标准 而且昨天在行政院会也通过了 不过在今天环保团体痛批 说这是大松榜即将造成国土大崩结 到底化设水土保持区是伤害原住民族所在的环境 还是保护了原住民族所在的环境 多年来一直都是争议 为了好好保护水源区 全台63座水库周边依水保法 总共有205万3920公顷的土地 应该化设为特定水土保持区 占全台山坡地78%的面积 不过水保法通过快20年 农委会还是化不下去 因为一化下去通通不能开发 因此提出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希望放宽标准 昨天在行政院会通过 水保局强调全台水库及水区 目前调查只有16%的面积会出现灾害 因此只需要针对特定需要保护的地方 化设就可以 不过环保团体就认为 这样的修法简直是大松绑 直接危及珍贵的水资源 国家没有水老百姓不能活 没有水经济不能发展 但是对不起 没有旅馆 没有高级山上的别墅 我们不会不能活 所以这是一个开倒车 让全民冒这个生命体系的危险 农委会指出 不化设特定水保区不代表松绑 开发行为还是受到水保法 与环凭法的管制 不能随意进行 不过环保团体坚持 水库集水区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水资源 开发行为应该是少数例外 但现在修法却把情况翻转 把该保护的山林变成少数例外 这种大开门的修法 恐怕会让国土崩解 记者 林专门张子佳台北报导 要带您来到中美洲 目前唯一穿越大西洋跟太平洋的航运运河 就是位于巴拿马境内的巴拿马运河 这是一条世界有名的运河 它具有重要的经济跟军事地位 而同样是位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其实从16世纪开始 就先后有西班牙 美国跟法国等国家的商人计划 也想要在当地新建运河 就是希望可以在巴拿马运河之外 再开一条可以贯穿大西洋跟太平洋的运河 结果就在6月13号 尼加拉瓜国会终于通过了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案 而且是授权一家资金来自中国 而且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可以来负责新建 而且还享有特许经营权长达50年 尼加拉瓜国内就有在野党的议员谴责政府 说政府不应该让外资掌握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 而另外更有原住民族的议员指出 目前规划中的运河将会经过 拉马族这个原住民族地区 但是执政党在推动这项开发的过程当中 却从来没有咨询原住民族的议员 漠视保护原住民族地区的相关法律 现场挂着的布条是尼加拉瓜国旗的颜色 白色的部分夹在两道蓝色的中间 代表着尼加拉瓜的土地是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 6月13日位于首都马拉瓜的国会里 国际媒体的焦点 是有关关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尼加拉瓜运河开发议案的辩论情况 在野党议员举起看议牌 看议牌的内容是反对总统奥德加任外资新建 并且经营这一条运河 面对在野党提出的质疑 执政党宣称 只要通过这项开发案 尼加拉瓜将会获得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 最后国会以61票赞成对25票反对通过 批准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中国企业 获得当局授权新建并且经营这一条运河长达50年 在场外在野党发动民众示威 不满政府让外资掌握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一幅地图所显示的就是即将要新建的 尼加拉瓜运河的路线图 在中美洲目前唯一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寒运通道 是巴拉玛运河 尼加拉瓜政府希望 这有即将要新建的尼加拉瓜运河 渴望能够让尼加拉瓜要新为中美洲的重要转运中心 不过有原住民及议员指出 执政党在推动这项开发案的过程 漠视保护原住民族地区的相关法令 这一位是代表原住民族人的 亚塔玛党国会议员 Brooklyn Rivera Rivera表示原住民族人并不反对这项开发案 但有需要强调的是 尼加拉瓜法令规定 在原住民族地区推动任何开发案 都必须咨询当地原住民族人的意愿 根据目前的规划 尼加拉瓜运河将会经过人口只有900人的 Rama族地区 但政府却没有咨询Rama族人的意愿 记者出了政编译 回到国内带您关心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联环报 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就指出 问题之一就出在台湾的医疗资源当中 公共卫生的人力其实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四 经费也只占百分之六 也就是说没有钱没有人 遇到像毒淀粉连环爆发这一类的事件 当然根本也就没有办法抓到要害 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则是建议 应该赶快修法 民众只要吃到黑心食品就应该可以申请赔偿 毒淀粉过其重黑心食品层出不穷 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发布调查 以2011年统计数据来看 全国医事人力短缺 公卫人力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四 经费更是短缺 百分之九十四用在医疗 只有百分之六用在公卫 没钱没人是政府食品卫生管理面临的最大困境 公卫的经费跟人力就好像诸鲁对聚人一样 一点点 就是说九千一百一零 这么一点点是用在预防 公卫促进协会指出 近期访谈各地方卫生人员 发现像发生毒淀粉事件连环报 公卫人力根本已经不足以应付 只有增加预算和人力才能够解决问题 不过受邀与会的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直言 以政府目前的财政不可能有钱 对于卫生署研议设置食品安全基金 杨志良者表示 应从现有的法律来修法 民众只要吃到黑心食品就可以申请赔偿 不需要跨日费食打官司 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县政府委托三个民间跟学术单位 对萧绩会上个礼拜所公布的 负利有机米有农药残余进行复验结果 发现都是零检出 这个举动打击萧绩会长久以来建立的公信力 今天萧绩会就召开记者会澄清 再次公布萧绩会所检验的数据表示说 萧绩会所取得的样本是去年的负利有机米 但是花莲县现在说零检出的米 其实是今年的米 所以再次强调 萧绩会的数据是没有错误的 不过政争并没有因此停止 因为今天下午花莲县政府又不甘示弱 由富里乡农会率领 到农共同举行记者会 表示说就算是去年的米 如果根据花莲县的检测 也是农药零检出 现在要求萧绩会三天之内道歉 而且赔偿损失否则就要提高 为了挽救公信力 萧绩会14号上午拿出 杜夫莱茵公司的检验报告 再度举行记者会 指出101年二期到座的花莲复利有机糙米 的确被验出有残留0.11ppm的杀虫剂 萧绩会强调 这和花莲县政府最近送检都领检出的到座 根本是两批不同的米 101年第二期收割的一个稻谷 那今年花莲县农会它其实送检的 或者它今天在田间采样的 是现在102年的第一期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萧绩会要求花莲县政府道歉 但复利乡农会下午带领30多名稻农 到县政府举行记者会抗议 反过来要求萧绩会 三天内向农民道歉 并且赔偿损失 否则将提告 而发生争议的101年二期有机米 目前已无存货 但花莲县政府早来长期负责检验的 陈大教授背书 证明101年二期有机米 也是农药领检出 要怎么解决纷争 陈大教授建议 萧绩会应该要提供问题米 送交其他第三实验室赴宴 才可以厘清事实真相 记者台北花莲综合报道 新军长江仪化 今天到立法院进行12年国教的专案报告 而且备询 针对12年国教相关的措施 引发家长的恐慌 江仪化首度公开道歉 也保证政策不会再变了 而针对高中排富 引发争议 江仪化表示 12年国教不是义务教育 而是国民教育跟基本教育 在这一个定义之下 就不一定是免学费的 而未来是不是提高排富线 江仪化表示 会在思考 前院长江仪化到立法院进行12年国教的专案报告 并备询在立委质询 接近尾声时 对于12年国教相关措施引发家长恐慌 江仪化首度公开道歉 嘉仪化也当场保证 12年国教政策不会再改变 针对行动院政策急转弯 从免学费不排富 严以改为高中排富 高职免学费排富双轨制 常委立委要求应该全部免学费 江仪化强调 12年国教不是义务教育 而是国民教育和基本教育 国民教育的话 这个概念比较宽阔一点 它不一定是指学校 政府能够一定提供学费的教育 但它指的是 为了要成就一个国家 所有国民基本应该具备的教育素养 面对外界质疑高中排富 以家庭总所的114万 作为标准是在惩罚中产阶级 教育部将严拟提高排富线 有立委就提出台北市每户年 平均所得值145万元 作为排富标准 排富线要提高多少 近期教育部将提出数据 向家营化报告 而教育部原定15号要公布 12年国教各就学区入学要点 将改为18号再公布 记者林静成章为张国梁台北报导 原住民族立委则是持续关注 原住民族学生的加分议题 12年国教即将上路 行政院长江营化前往立法院 进行12年国教专案报告 两位安美族立委还是担心 原住民学生的加分权益 会不会受到影响 为了鼓励原住民学生 学习传统语言文化 依照现行原住民学生生学优待 以及原住民公费留学办法 教育部公布原住民学生参加 12年国教免试入学加分优待方式 将采位加核定招生名额2% 不占一般生的名额 在免试超额比序入学的部分 取得原住民族认证加10% 没有取得只加3% 而特色招生的部分 其实与先前的原住民学生优待办法相同 在征学入学的部分 数科成绩可加10% 特色招生学科考试分发入学的部分 学科分数可加35% 但是立委就是担心原住民学生 参加免试超额比序 没有取得原住民族认证的 只加总积分3% 而取得原住民认证 也只加总积分10% 曾天才认为太低 并且也会让学生考足语认证意愿降低 因为加总分数低 就说原住民学生参加免试超额比序 全议会丧失 取得足以考试的 加分35% 它是原住民跟原住民竞争的 原住民跟原住民竞争 不影响一般考生 但是以35%作为加分的话 它有机会达到入企标准 用10%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蒋卫宁说 会在与其他原住民族学者 在做讨论进一步了解 原住民族学生的加分制度 我会进一步的去看 就是说免试入学是不是还是要到达原来那个学校 其他一般生的入学的那个资格 还是用那个做门槛 如果不用那个外加的2%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如果用了这个原来的门槛还是在的话 那这个用10跟3确实就有点冲击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做一个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来做进一步的 按照路 另外立委林真二表示 基策已经落幕 明年起12年国教开跑之后 就是以会考的方式来取代 但是林真二又说会考竟然还增列了音听检测的科目 这对全国原住民族地区以及偏远乡镇国中生而言 这是另一个学习制度上不友善的设计 这根本是增加了原乡学生的学习负担 而江文宁则是表示会在请教育部两中内会诊原住民族教育界的硬件 在研议纳入保障原住民族学生权益以及组与发展 记者爱纳川阿里夫立法院采访报道 另外研议超过十年的劳动派遣法案 因为劳资双方的争议过大 多年来一直也无法完成立法 劳委会现在打算要定出新版的专法 要研议先松后延的原则 也就是说不限制用人的要派公司 使用派遣工的人数的上限 不过一旦用了派遣劳工的话 薪资福利一切都要比照正值的员工 劳委会是希望借此可以促使企业 少用派遣多聘用正式员工 不过这样的想法被劳工团体批评 根本就是导果为因 这样非但不会促使企业多聘用正式劳工 反而会鼓励企业干脆就大量的使用派遣工就好了 派遣劳工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同工不同酬 和公司的正值员工相比 常有次等劳工的感受 现在劳委会引领新版的派遣劳工保护法专法 打算取消企业使用派遣劳工的人数上限 但是要加重要派公司的负担 你有一个上限不用派遣的公司 他可能认为是不是我不用到这个上限 我的竞争力就会输给那些有的人 那他可能反而会引导他去使用 反而是有的人认为说 我们不如是加大那个要派公司的责任跟成本 劳委会认为取消派遣劳工使用上限 加重要派公司的责任和成本 就可能引导企业不去用派遣 反而去聘正式员工 但劳工团体批评这是导果唯一的想法 如果把这个上限拿掉的话 那是不是诱导雇主无限量的去使用派遣呢 更何况现在事实上包括某个手机大厂 他也大量的使用派遣 劳委会表示目前劳动派遣专法 还在初步构想阶段 三个方向包括取消比例限制 维持不得超过3% 经过工会同意最多可以20%的比例限制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把外劳定期契约 及派遣工等非典型劳工全部纳入计算 不得超过一定比例 劳委会表示 未来可能会三案并成 一起送进法规会讨论 记者许恒茨 庄志诚台北报导 海军署东部巡防局 今天一场海上救难操演 在救难艇上看见一位阿美族的女艇长 召回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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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欢迎回到原始晚间新闻 海巡署东部巡防局 今天举行了一场海上救生操演 结果在救难艇上 看见了一位阿美族的女艇长 原民在海上捕鱼时发生落海事件 东巡局接获通报立即前往救援 仔细看操控救生艇的是一位女士官 在海上不佳的情况之下 依然可以把救生艇驾驭自如 成功达成救难的任务 就连男性救难队员都佩服他 临危不乱的处变能力 操作救生艇的话就是 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如果在海上这样飘的话 就是要掌握一些海陆 海象之类的方面 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要有 受过一些专业的信念 才能够配在那个救生艇上面 这次东巡局办这个救生救难演练 就是想说要凸显女性同仁 也能够也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林慧君花莲光复的阿美族人 从军已经15年 9年前顺利考取了救生艇的执照 虽然刚开始出任务的时候 会对多变的海上感到害怕 可是不服输的他克服了恐惧 现在已经是一艘救生艇的艇长 刚开始很怕 可是因为之前学长都会在我旁边 告诉我说这个浪来的要怎么去处理 要怎么去顶浪切浪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次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 因为你一定要先克服 你自己对那个烂的恐惧 不要出去几次 一个人出去几次之后习惯了 就比较不会怕烂 海巡署东部巡防局 14号举办的海上联合救生救难操演 虽然天空不作美 海上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参与的救难队员 各个博命演出 完成救生救难的操演任务 记者福洛克台东市采访报导 而屏东春日古华国小的谢师燕 则是看见三辆爱心餐车 直接开到校园里 义务的为古华国小的前校师生 准备一场温馨的饗宴 三辆行动餐车就停在屏东春日香 古华国小校园内 侧上有热腾腾的鸡蛋糕 意大利式餐点以及薯条热勾等 这是古华国小的感恩谢师燕 毕业生将刚出炉的餐点送到老师手上 并感谢老师的教导 谢谢你们 谢谢 老师那都没有开心 超开心的 好感动啊 行动餐车服务是由屏东家福中心 与餐车业者发起 赞助没有经费举办谢师燕的学校 这次共为全校师生提供了120份餐点 让他们可以这些偏远的学校的学生 他们可以享用到 就是说他们平常吃不到的点心 然后用了也完成他们 就是说让这些老师有不同的谢师燕的那种感觉 行动餐车直接开进校园 让小朋友们大开眼界 同时学校也希望借由行动餐车的服务 教导孩子把爱送出去 家父更期盼社会三星人士 可以多付出爱心 一起关心偏运学童的学习 记者母定屏东春日采访报道 好 夏天即将来了 清爽可口的冰品 绝对是少不了的消暑盛品 现在交通部观光局 就透过网路票选十大夏制美食 还希望可以带动北回归县周边的商机 顺便还要推广部落文化 这是交通部观光局的企划 在这一次入选的前十大美食 有芒果冰 爱玉仙草 仙人掌兵 西瓜 瑞穗 鲜乳等等 都是具有北回归线代表性的美食 网路票选入围的十项美食 经过PK之后 阿里山的手工爱玉 从中脱颖而出 即经第一名是最受欢迎的 交通部观光局表示 系列活动也会遇上原住民族的风年纪 认为这也是吸引游客前往花东旅游的景点之一 希望可以认识所谓部落文化 当然这是交通部观光局的观点跟规划 在纽西兰有一位毛利族的冲浪选手 他从16岁就开始夺得全国冲浪冠军 他是纽西兰最年轻的全国冲浪公开赛的冠军得主 在广告商的资助之下 这位冲浪选手开始参加世界级的冲浪巡回赛 一度在全球排名第43 不过因为主办单位现在更改比赛规则 只开放全球前32强的选手参加 这让这位毛利族的年轻人 因此无法在世界冲浪巡回赛里面曝光 也导致他的广告赞助收入大幅减少 在纽西兰就有人自发提供捐款 希望这位毛利族的骄傲 可以重返世界冲浪巡回赛 背向浪顶回旋 背向空中转体 从浪管转出 这是毛利族人冲浪选手 Retrick Christie 24岁的Christie出生于蓝岛的The Leden Christie表示海浪就是他的归属 对从小在爱好冲浪的Christie来说 海洋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由于热爱海浪 12岁的时候就立下自愿 要当职业冲浪选手 在16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夺得全国冠军 是纽西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全国冲浪公开赛冠军得主 于是开始由广告赞助商 自动找上Christie 2009年Christie开始参加世界冲浪巡回赛 在全球排名中Christie更一度排行第43 不过由于世界冲浪巡回赛更改比赛规则 只有全球前32强的选手才有资格参加 Christie不单只失去了 与世界各国高手较量的机会 广告赞助收入更大幅减少 不过在家人鼓励下 Christie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 虽然暂时未能参加世界冲浪巡回赛 Christie依然每天练习8个小时 由于毛利主人一般体型壮硕 一旦预渡浪管不够大的比赛环境 往往比较吃亏 所以Christie更开始严格控制饮食 由于Christie全力投入 纽西兰民间有人自发捐款资助 希望Christie继续参加其他比赛 争取成为全球32强 并且重返世界冲浪巡回赛 记者抽的真编译 另外对于奇幻作品的爱好者来说 可能对美国的影集 《冰与火之歌》全力的游戏 这一系列的影集当中一位游牧部落的领导人并不陌生 其实扮演这个角色的是一位夏威夷原著名级的演员 Jason Momoa 最近Momoa在纽西兰的一场奇幻大展当中担任嘉宾 而同样是来自南岛羽族的Momoa 在行程中更被安排接受纽西兰毛利电视台的专访 饰演姚牧部落的领导人 这是影集《冰与火之歌》全力的游戏的情节 这位演员的战士形象 也曾经在3D版的《王者之剑》里充分展现 沙威夷原著名主演员Jason Momoa 最近应纽西兰的奇幻大展主办单位邀请担任嘉宾 同样是来自南岛羽族的Momoa 在行程中更接受纽西兰毛利电视台的专访 毛利电视台动员大批工作人员 以哈卡舞欢迎Momoa 事实上Momoa本人也曾经表演哈卡舞 刚出道时Momoa争取在居中扮演一名战士的演出机会 试镜的时候在制作单位要求下 Momoa当场模仿一段哈卡舞 出生于沙威夷的Momoa 尽管从小则跟随家人搬斗美国内陆 但Momoa一直争取机会 参与沙威以原著民族文化的保存 以及复兴工作 I love it and actually we're working on a movie in my production company right now of doing this Hawaiian movie and it's one thing that I have a goal and my whole life is obviously to teach my children how to speak Hawaiian I love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so as an actor it's one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obviously Dwarfrocky and I learned that I'm so look forward to diving into learning the Hawaiian language Momoa希望自己学习奇幻世界中的Dwarfrocky语的成果能够启发大家学习主语的信心 Momoa强调除了争取在荧幕上扮演玻璃尼西亚人 同样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重视自己的文化 It's an honor to represent the Polinesians 记者邱德真编译 酒驾新智昨天上路一整天下来全台总共取缔了405件 移送法办272件 之前提议对酒驾超标者预防性羁押的马总统 今天再度的针对酒驾事故表示 在所有的刑案当中酒驾的致死率是最高的 但是现行的刑罚酒驾的致死是过失致死罪 刑度是很轻的 只有两年以下徒刑 总统马英九今天要全民思考 酒驾者难道是完全没有故意吗 是不是应该用更严格的法律来处理呢 6月13号酒驾新智上路 到晚间12点为止 全国取缔酒驾违规总共405件 移送法办272件 酒驾肇事平传 日前台大女医师曾玉慈遭酒驾撞击身亡 受到全国瞩目 马总统14号前往警政署 出席警察节大会致辞时 再度针对酒驾肇事说了重话 马总统要大家思考 到底酒驾算不算是过失致死 到底酒驾算不算是过失致人于死 你知道喝了酒 绳子会比较不轻 你还去驾驶一个可以成为杀人武器的 1000多公斤的汽车 你说你完全没有故意吗 全台湾最死亡率最高的就是酒驾 那为什么这个不应该更严格的来处理呢 马总统形容酒驾者是开着一辆可以致人于死的交通工具 用最文明的器材 做最野蛮的事情 为了降低酒驾肇事率 马总统当场对内政部下达指令 马总统表示 从今年初到现在五个月来 酒驾致死人数比去年同期少了51人 降幅是28.9% 如果全年可以达到这个降幅 今年酒驾死亡人数也许可以减少超过上百人 不过总统对这个数目还是不满意 总统强调对酒驾是零容忍 要求警察同仁一定要全力以赴 朝零酒驾目标努力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气象局持续的针对花莲台东地区 发布豪雨特报 到了中午假日之前天气如何 在今天上海气象时间 接下来时间要交给阿布斯 是的 古拉索的族人观众朋友 马里马里 马撒路 今天在花东地区下雨都蛮大的 不晓得台东的朋友 外出的时候有没有西带雨具 我们从雨量累积图就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降雨的情况 主要都累积在了花东 还有整个恒春半岛地区 在台东的太马里 金峰 还有东河一带 在下午5点以前就已经累积超过了100毫米的雨量 那要提醒 因为今天晚上雨都还会持续的下 那整个西半部还有到北部地区 其实是属于比较中午过后的短暂震雨 那雨势都不会太大 那明天的雨又会是怎么样的下呢 我们从下一张图可以告诉大家 除了受到整个封面云带的影响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南海的低压云带都还在持续的发展 虽然现在还是属于低压云带 但是未来这两天周末假期不排除 它会增强为一个热带性地气压 它持续的发展逐渐的还是向北台深 周末来讲受到这个低压云带的影响 南部地区特别在整个恒春半岛 像是牡丹香 狮子香 还有整个花东地区 东半部地区就是受它的影响 不排除还是会有大雨 甚至是好雨的情况会发生 那整个西半部还有北部地区 则是比较属于中午过后 会有短暂争雨的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所以南部地区跟东半部的朋友 还是要特别的盛防 到山区的时候 要注意会有落石探放的情况 那如果是居住比较低洼地区的 就要留意瞬间大雨容易会有造成 淹水的情况会发生 那至于温度上呢 因为有降雨 但是没有降雨的时候 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点 会高升到32度左右 所以随时还是要补充水分 那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同看到详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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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上天气变化也是相当重要 近海主要是受到如果有对流云系发展的话 就要注意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发生 那另外就是在南海地区一样有低压云带持续在发展 所以远洋的船只就要留意在南海地区海上的风浪比较强 有较大的雨势、有强震风还有打雷闪电 所以远洋的船只还是要避免靠近整个南海的海域上去作业 谢谢带您看到近海的雨夜奇象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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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